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之中,封建王朝历史时期,绝对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,尽管这样的体制本身拥有一定的弊端的,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,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体制存在,中国才最终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中,唯一延续至今的国家。 而在封建王朝期间,最具特点的便是皇帝这一职业,只要能够当上皇帝,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,北宋时期的众文义武与元朝年间的众武义文,完全就是两个极端,最终都导致国家发展不平衡,甚至因此而走向衰败覆灭的下场,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皇帝在对文武重视程度上的选择,其实也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件事情。 我们国家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位皇帝,登基以后连国号都难得想,直接就用了自己的姓氏,时至今日,这个姓氏也已经发展成了大姓氏,独历史,民事理。 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封建王朝最大的统治者是现任皇帝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整个国家,就像明朝期间,因为朱元璋的好战。 他培养自己的儿子都非常好战,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发动进南后,登基称帝,之后朱棣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征战四方上,最后病死在出征路上,而在北宋时期,因为当时的皇帝众文清武,导致朝中文臣泛滥,宋朝时期的皇帝都非常的懦弱。 他们跟众武一文明朝呈现两极反转,这两种极端都不好,最终都会让王朝政权走向覆灭。 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都选择众武清文,他们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想要的方向。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这样一位任性的皇帝,国号直接用自己的名字,最后这一姓氏成了国内的大姓。 在中国古代,很少会有皇帝用自己的名字做国号,因为两者结合在一起,非常别扭。 中国历史上最巅峰的时期,在唐宋元明清的历史中,就有像元朝的开国皇帝成吉思汗一样,他要是用自己的姓氏当国号,就变成了被。 还有清朝的爱,很少会有人选择用自己的姓氏当国号,是因为史记中的一句话。 这句话翻译过来,就是从皇帝到顺语,他们都是三代血亲,换国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彰显自身的丰功伟绩,才能后人铭记歌颂。 因此,后世人更改国号的目的,就是为了让后人记得自己。 不然仅用下国,一个国号从头用到尾,就没有人记得后来人,另外,国号的创建,也会考虑到很多的因素,有的会选用自己所在的部落,民族或者是当地的地名,还有风俗习惯来取名。 很少会有人用自己的名字当国号的最主要原因是,中华人民非常谦逊,王朝子民都知道自己的君主姓什么,一切都在部言中。 古代历史中有一位非常简单的皇帝,他最张扬的行为就是,用自己的姓氏当国号,这该说他懒还是什么? 这位皇帝就是历史上的陈武帝,他叫陈霸仙,登基后连国号都懒得重现起,直接用自己的名字,陈霸仙出生于南北朝,他出身非非常平庸。 为了生计,他是客栈里的刨腿小力,后来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萧映的青睐,随着自己的顶头上司升官,他也获得升迁的机会。 两人领兵出征广州平定叛乱,陈霸仙作战时立下大功,这次他展现出非常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梁武帝重用。 南梁时期,焦州豪门礼奔为人十分贪婪。 花钱买了焦州官位后,肆意妄为,搞得当地民不聊生,朝廷派人来管,却惹得礼奔不高兴。 他纠结起各地豪强,撑起一支造反的队伍,随后公然反叛南梁的统治。 陈霸仙临危受命,带领大军出击,平定叛乱,陈霸仙领命后,在广州当地招募有志之士,之后进攻娇州,李奔带人来抵抗陈霸仙的队伍,最后在苏立江口却惨败在陈霸仙的手中,之后乘胜追击,在驱疗人的帮助下成功杀死李奔。 南梁时期,多地发生叛乱,公元548年,侯景起兵造反,趁着梁武帝还没察觉。 带兵一路南下,连破树城,惊失岌岌可危的情况下,陈霸仙临危受命,前去救援梁武帝,之后在长达四年平叛道路上,终于跟各路勤王大军合兵一处,成功完成对侯景的合围。 侯景察觉大势已去,派人掩护自己的儿子逃亡离去,自己想去投靠北齐,却在路上被陈霸仙拦截,最后被他斩于马下,南梁时期的时局非常混乱。 随着西魏大军突然突袭南梁国都,陈霸仙没来得及支援,梁元帝就被西魏将军斩杀,随着京都被西魏大军霸占,陈霸仙联合其他人一同退守江州城。 保存实力,此时南梁群龙无首,众人商议推举原地之子执掌大权,可全力动人心,总会引导大臣们走向歪路,也新家王僧辩决定利好掌握的消防制为皇太子。 陈霸仙一眼看出他的目的,然后跟他吵了几次,多次无果之后,陈霸仙联合一帮人前去跟王僧辩争论,眼见讨论无果,直接派兵杀死王僧辩。 肖方智登基后非常无能,一切事都交由陈霸仙管理,随着时间流逝,肖方智选择善未给陈霸仙,他的举动也得到了满朝文武的称赞,认为这是最明智的选择。 肖方智的行为化解了自己的危机,能够安度晚年是他最大的幸运,陈霸仙登基之后,就开始绞尽脑汁地起一个国号,可他最后却非常任性,对于大臣们提供的国号视而不见, 他非常霸道地用自己的姓氏,陈字当国号,这在历史上都是觉悟仅有的情况,国号非常重要,代表一个国家,一个政权,纵揽中国历史,用自己的姓氏当国号,知此一家。 在此之前,陈姓并不是一个大姓,陈姓最早地记载的祖辈人是陈胡宫,陈姓主要起源于河南一带,随着陈霸仙崛起。 一国之君开始开枝散叶,陈姓从此开始崛起,从一个小姓氏,成了中国少有的大姓之一,现如今陈姓托了陈霸仙的福,成了中国排名第五的大姓,经过发展,陈姓人数达到了近一人,陈姓同胞再努力一点,破亦指日可待。 这跟陈霸仙建立的陈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,陈霸仙上位靠的是以德服人,并不像其他朝代的皇帝一样,明争暗抢,用手段夺来的,陈霸仙登基后的中原大地上,身旁还有北齐和西卫在虎视眈眈,这些国家都已经鲜卑化,若是南朝被吞并。 这对华夏文化的打击不可谓不大,陈霸仙也是有理想有报复的,他想要力挽狂澜,让汉政权避免重蹈覆辙,这也是他能够得到天下的主要原因,作为一个武将,他打下天下后没有沉迷享乐,而是希望重现汉族的光辉。 他在军事上有铁血手段,但在政治上也是非常有手段,他选择大赦天下,之后坦然接受救治,表明因为改朝换代,发生政治内耗,给了外敌趁虚而入的机会,陈霸仙立足国家经济,多方为考虑百姓的生活,之后他开始勤勉治国,为以后的幸福生活努力。 陈霸仙出身贫寒,成为皇帝后,他是最知道百姓不容易的人,整日非常简朴,从不铺张浪费,每天简单几道小菜,即便是宴请客人也不铺张浪费,此时在内忧外患下,陈霸仙生活得更加简单平凡,为国家发展能省一分是一分。 忍心待人,英明神武,笔尖墨高祖,魏武帝,陈霸仙作为一代民主,他从不一出身,虽然陈国存是时间较短,但给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,陈国三代明君保证华夏衣冠得以延续,可就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来说,想要天下安定,无疑会十分困难,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,西魏便将梁朝将临攻破,萧毅也死在了西魏的刀锋之下。 无奈之下,陈霸仙等人只好拥立萧毅的第九个儿子萧芳志为帝,可恰逢此时梁朝内部也发生内乱,各方势力开始推崇自己选举的皇帝继承大统,并尝试扮演曹操这个角色,苦劝吴国以后,陈霸仙也只能痛下杀手,将所有对梁朝不利的因素全部清除,至此,萧芳志顺利登基,成为梁朝的新一任帝王。 只不过之后不久,有感于陈霸仙的才能与付出,萧芳志最终选择上位给陈霸仙,于是陈霸仙便任性地将国号定为臣,视为臣武帝,臣性发展至今也早已是国内的大姓。 对于最终的结果,不少人都十分的意外,可就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来说,或许结局早已注定,当陈霸仙将所有对梁朝都有威胁的力量全部清除以后,对于梁朝皇室成员,最大的威胁难道就只能来自外部了吗? 关于这一点,世人常议论不休,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感谢观看